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国武将顺手溜 也就是一旅二兆三点位,四关五马六双飞 这个顺手溜我最开始是小时候从我大大爷那儿 南方叫大伯那儿听到了 那时候我在上小学 现在我给大学生讲三国演义 一说到三国武将排名 他们就脱口而出能说出来这个顺口流 可见这个顺口流过了这么多年 还在民间流传呢 影响力是很大的 正因为它影响力很大 所以呢围绕它呢就产生了很多谜团 也产生了很多谣言 今天呢我们就来解一解这个谜团 破一破这些谣言 这个视频呢我分五个方面来讲 第一为什么这么排 一二三四五六为什么这么排 第二这个排名最早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第三这个排名是不是所谓的三国二十四名将歌的缩写 第四这个排名的原版是不是一履二马三年尾 由于谁给它改成了一履二兆三年尾 这说好对不对 第五这个排名的七八九都是这 这么五个小问题 好下面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 排名的思路 这个排名的提出者他为什么这么排 首先我们说这个排名 它是一种感性排名 不同于呢理性排名 啥叫感性排名啥叫理性排名啊 感性排名是基于排名者的阅读感受 而理性排名呢是基于书中的单条数据 两千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流行 理性排名才逐渐出现 而这个排名肯定是一个感性排名 咱不能说它完全合理 但是呢他在众多的感性排名中 已经是比较合理了 首先这六元武将 确实留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 都是冲击力比较强的 吕布独占三营 赵云单其救主 点位晚成此战 关羽过关斩将斩炎梁朱文仇 马超前打虚楚后打张飞 张飞当阳桥前一声吼 喝退了朝兵水稻流 是吧 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的高光时刻 而相对来说 其他武将就要稍微逊色一些了 比如黄中 虽然很厉害 也是武朴上将之一 但是呢毕竟有点老 还主要靠射箭 徐楚朝朝对头的二猛之一 但是呢多多少少有点憨 在书中呢还总是充当配角 在理性排名中 被排得比较高的阎梁文仇 在阅读上 那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是吧 被关于秒杀了嘛 所以 从阅读感受出发 这六个人排在前六名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那这六个人的顺序是怎么排的呢 首先 他作为一个顺口流 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他朗朗上口 如何押韵是个问题 在这六个人的姓名里 只有点威和张飞押韵 所以呢他俩肯定 一个第三一个第六 谁第三呢 点威 完成死战 在书中呢死得比较早 而且比较壮烈 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比较丰富 而张飞啊 他毕竟与关于两个人 核战旅部没有取胜 所以呢上限不会高 你看这个老年头有一出经剧 叫戒兆云 在这出经剧里 那就是张飞打不过点威 所以刘备才会去戒兆云 那所以咱们基于阅读感受上来说 老人或者说古人 他们就认为点威呢 是强于张飞的 他俩必须一个第三一个第六 满足押韵 那么点威第三张飞第六 吕布什第一没有问题 独占三英 这当之无愧的 马超 在树林 马超在霞蒙关 与张飞大战 二百多回合不分胜负 所以马超的排名 基本上得和张飞挨着 既然张飞第六了 那马超第五 好现在一旅确定了 三年位确定了 五马六张飞也确定了 那赵云和关羽 他俩为什么一个第二 一个第四 这出于什么考虑呢 就是赵云 过五 那个这个 长板坡七进七楚 关羽的过关斩将 都有各自的优点 都有各自的高光时刻 但赵云有两点优势 一赵云呢 他的一生呢 相对来说 没打过什么 明显的败仗 不向关羽 最后呢 败走脉城 伸手易出 再就是 这个关羽啊 刚才他说了 与张飞一样 他与张飞两个人 合战旅部 没有取胜 这影响了 关羽的上限 所以赵云排在第二 关羽排在第四 一旅二赵三年位 四关五马六张飞的排名 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说呢 咱总结一下 这六个人的排名 是基于押韵的考虑 和阅读感受的 好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排 第二 这个排名产生了年代 大家看左边这本书 非常古旧的书了 这本书呢 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辽宁卷新民资料本 这个新民呢 是辽宁沈阳旁边的 一个县城 这个书呢 收集的都是一些 民间文学 这本书出版于1986年 在这本书里 记载了这么一段 送口流 收集者呢 是新民现在文化馆的 干部叫刘静 口述者呢 是一个小学生 14岁 王可欣 这个学生就说 一旅二到三点位 四关五马六张飞 七皇八位 九将为 朝朝排在第十位 咱别管这个排名 那七八九十 合不合理 咱先不管 咱们知道 这个资料的出现 就可以说明 在1986年 在新民 在辽宁地区 这种说法 已经在小学生中 开始流传了 再看这个字 这是八十年代的三国厂 八十年代的三国厂 八十年代青岛流行的 一个这么个游戏 叫啥呢 叫 扎 什么三国厂牌吧 或者叫什么 这个对将啊 什么什么的 说白了 就是拿这些 卡片 互相去 比大小 你看这个卡片 它的生产啊 第一 是诸葛武侯 就诸葛亮了 然后咱们看 这第一排 都是哪些武将 吕布 赵云点位 关羽 马超张飞 哎 它完全符合 一旅二赵三点位 四关五马 六张飞的这个顺序 而且 这个顺序 也是玩这种 三国厂牌的 游戏规则 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出一个关羽 你出一个张飞 那我就赢你 因为我排在第四 你排在第六 那吕布是不是最厉害的 不是 谁能赢吕布啊 貂蝉能赢吕布 王允能赢吕布 他有一套特殊的这个规则 比如说谁能赢赵云呢 除了吕布以外 刘贵诸葛亮都能赢赵云 因为他是主公 这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三国厂 这个游戏规则咱也不管 咱主要关心的是 这个排名的规则 这个武将的顺序 这也说明啊 在八十年代 在青岛地区 也有了这种 一流二到三年为的 这个顺口流 所以可以说啊 至少在八十年代 这个顺口流 在中国各大城市 已经开始广泛的流传了 那这是不是这个顺口流 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年代呢 也不能说是啊 虽然文献资料是这样的 但是呢 在有些人的回忆里呢 我们还可以向上追溯 这本书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作者呢 是董志新 董老师呢 跟我生活在一个城市 都生活在沈阳 经常呢 开三国会的时候啊 沈阳参加会议的就两人 一个是我 一个是董老师 这个董老师专门研究 毛泽东读书 比如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读四大人 读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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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这本书的后季里 董老师呢 就回忆了一下 他小时候 与三国的情缘 董老师说啊 他小时候呢 最早接触三国 是看小人书 小人书看的多了呢 就与哥哥争论 哪一个武将的武艺高 董老师说啊 我认为武武上将最高 然后他哥哥说 不对 我就是顺口溜 第一个顺口溜是 人中吕布 马泽东赤兔 第二个顺口溜 就画红的这个 一旅二照三点微 四官五马六张飞 七皇八下九相围 董老师因为没有顺口溜 所以干杯下风 不如这个 他的哥哥 董老师跟我生活在一个城市吗 我就问董老师 我说董老师啊 您这个故事发明的时间是 什么时间 董老师说 那是我上小学 二三年级的时候 是在1960年初 60年代初 这个顺口溜 通过这种 回忆 可以追溯的 比较早的时间 这也与我 问我大大爷 得到的时间呢 是基本是吻合的 我小时候知道 这个顺口溜 是我大大爷给我讲的 我小时候看三国 我大大爷就告诉我 三国五将 一流二三年 尾斯观光 六张飞 后来我写这个三国五将 排名的时候 我就问我大大爷 我说大大爷 你是什么时候 听到的这个顺口溜 我大大爷说 那是我60年代初期 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 听到这个顺口溜 这也说明 在60年代 在不同的城市 也有这个顺口溜 的流刷了 一个是 董志欣老师 他的回忆 一个是我 对我大大爷的 这个采访 当然 这些资料呢 毕竟是后来的 靠人回忆的 它不如前面这个 比如说这本书 那这本书出版日期 出版年份 就是1986年 这个正宗三国牌 它的印刷时间 就是80年代 所以说文献资料 可以追溯的是80年代 这口注的 可以追溯的年代 能到60年代 也许还有更早的 但是呢 我没有追溯到 没有追溯到 如果大家呢 有新的发现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比如说您在一个 70年代出版物里 发现了这个顺口溜 我那个 特别拜托您 能把这个资料 给我看一看 这就是这个顺口溜 产生年代 也许比60年代 要早很多 但是呢 资料我没看到了 那至于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呢 无极可考了 最初的排名的人呢 不知道是谁 口口相传以后 现在的排名 是不是他最初的排名 也不知道了 正因为这个排名啊 年代比较久远 而且呢 缺乏一个源头 所以呢 在民间呢 产生了很多谣言 比如有人就说 这个排名 是所谓的 三国二十四名将歌的缩写 啥叫三国二十四名将歌啊 就这么说了 一旅二兆三点文 四官五马六张飞 黄许孙泰两下侯 二张徐旁甘州卫 枪神张秀和文言 虽有无奈 命太北 三国二十四名将 打磨灯爱何相伟 前六个不说了 黄许孙泰两下侯 黄中许楚孙涩太子慈 夏侯敦夏侯元 二张徐旁甘州卫 张辽张和 徐晃旁德甘宁周泰魏言 张秀文守颜良 然后是灯爱何相伟 有人说 这才是原版啊 你那个一旅二到三点位 四官五六张飞 是缩写版只取了第一句 是不是这样的 就我看到的资料 这个顺德六最早出现的是 在互联网上 而且时间呢 是在两千年以后了 文献资料最早的 是在2004年一本杂志 叫网络游戏 这么一本杂志上出现的 无论是 它的这个 在网络出现的时间 还是在文献上出现的时间 都远远晚于 一旅二到三点位 四官罗马六张飞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 这个三国二十名将格 是2000年 到2001年 这段时间 是在新浪的三国论坛 由一个新浪三国论坛的 网友提出来的 不管这个说法 是不是准确的 但是 这种 这个三国二十四名将格 它是网络时代的产物 正没跑了 肯定不是老物件 所以 它不可能是先有它 再有的那个顺口溜 绝对不是这样 那很多人呢 以为是先有的它 而且大家仔细看 这个三国二十四名将格 排的 是不是 三国演义 都两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看这里有个人物 枪神张秀 看过三国演义都知道 张秀在三国演义里 他可以说是一方诸侯 并没有上阵单条过 也没有说他用枪 你何来枪神的名号呢 倒是在南派评书里 张秀会一招 白鸟嘲讽枪 被称为北地枪王 在长坂坡一战 遇到赵云 赵云使出绝学 舌盘七探枪 才勉强击败张秀 所以在南派评书里 张秀可以称得上是枪神 这没毛病 但是在三国演义里 你不能说他是枪神 所以这个排名 不是纯正排的三国演义 可能连那个排名的人 他也没分清 哪些情节是来自演义 哪些情节是来自评书 他就默默糊糊糊 黄黄糊糊糊 凭借自己这个记忆 这么排了一下 结果被很多人当成 原版了 那这个人不得天天 在背屋里偷笑 所以这个 所谓的顺口流 是来自二十四名将歌 这是谣言 另一个谣言 说呀 这个一旅二兆三点V的原版 是一旅二马三点V 是毛主席在有一次 给他改成了一旅二兆三点V 你看 这我截取的这段文字呢 来自 纪连海点评三国士点V一节 这纪连海先生原文啊 大家可以去那个原书里去查一下 纪连海先生说 1958年 毛泽东在天津 会见河北省郑定县县县委书记 杨才回 说 郑定是个好地方 那里出了个赵子龙 都说一旅二马三点V 我看应该是一旅二兆三点V 才对 马超这个人不简单 文武全权 但是在三国演义里 他是比不上赵子龙的 这是纪连海先生沿用的一段内容 他说的一段内容 但是纪连海先生没有给出这段文字的出处 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资料呢 不能是你自己编的吧 你从哪儿得到这个资料呢 按照学术规范 你得把这个隐文给它标出来 很遗憾啊 纪连海先生呢 这块没有标这个隐文 这对于智学严谨的 纪连海先生来说呢 多少有些遗憾 我以后要有机会 那个见到纪连海先生 我得请教人家一下 说纪先生 您说您这段文字 它是出自哪儿啊 写在您书里这段文字 因为纪连海先生用了 所以呢 很多人看外国也相信了 还有很多人都用这段文字 那这段文字究竟 它靠不靠谱 为此我做了一番调查研究 刚才我提到那位董先生 专门研究毛泽东读书的董先生 你看这都是毛泽东先生 都是董先生的著作啊 毛泽东读三文演义 读水果传 读西游记 读红龙梦 可以说毛泽东读书的权威 没人能超过董先生 我就给董先生打电话 我说董老师啊 那个我看到一个说法 说呢毛泽东把这个一缕二码三点位 改成了一缕二兆三点位 我就把那段原文给董先生看了 董先生看完以后说 前半段我见过 就是证定是个好地方 那得出了个赵子龙 这句话我见过 但是改这个一缕二码 为一缕二兆 这个说法 他没见过 这个董先生 质学呢 比较严谨 他没说这个说法呢 是假的 或者说错的 他只是说呢 我这么多年 研究毛泽东读三文演义 我也没看见过 改一缕二码 这个说法 没见过 这是 咱们找这个专家 毛泽东读书的专家 没见过 这个改一缕二码 改一缕二码的说法 然后呢 有一年我出差 我就去了 河北的 正丁的赵业庙 赵业庙外边 就立着这块牌子 毛泽东接见杨才奎 这事也有 这还有照片为证 而且呢 这个牌子上也写了 毛泽东在天津接见 正经县委书 杨才奎之说 正定是个好地方 那里出入的赵子龙 这句话毛泽东也确实说过 但是没有写后面 改一缕二码的这个事 我也问了赵业庙的工作人员 说 你们听未听说过 有毛主席改一缕二码 这个说法 他们说过 听说过 他们也听说过 但是始终没看到 究竟这种说法 是来自哪篇报道 哪个新闻 哪个什么资料 没见过 赵业庙的工作人员 也没见过 然后 杨才奎 2008年去世的时候 他的好多位 他的好多位 固有 集体写文章来调念这个 杨才奎先生 里头呢 就重点写了 毛泽东接见杨才奎的这个事 这事作为重点来写了 这里也提到了 当时毛泽西说 正定是个好地方 那里出入的赵子龙 这已经成为一段家话 在正定人们中 被广为乐道 这段话 确实出现了 但是敢一律二马 这个文章里 并没有提到 而且这篇文章 不是一个人写的 是杨才奎的 十多位好友 集体的记忆 如果毛主席 说过那些话 那这些他的朋友 肯定不会忘记 这么重要的资料 怎么能不提呢 怎么能忘呢 所以我觉得 所谓毛主席 改一律二马 为一律二造 也是一个网络谣言 与那个三国二十四名像格 是一样的 都是谣言 而且我查到资料 它也是2000年以后出的 我认识的一位 马超的粉丝告诉我 说据他研究 这个谣言的产生 最早就是一个 马超的粉丝杜撞 就是一个马超的粉丝杜撞 他为什么杜撞这个谣言呢 他觉得赵云排名在第二 不合理 第二应该是马超 于是他杜撞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不确定这个事是真是假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这里呢 我要强调一下 三国武将排名 你把赵云排在第二 还是把马超排在第二 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都接受 都同意 而且我也相信 在历史上 的确有过一履二马三点位的说法 在历史上肯定存在过 我反对的并不是 一履二马三点位的这个排名 我反对的 我批的谣 是毛主席改一履二马 为一履二招这件事 这件事是子虚无有的 在历史上没有的 在历史上有一履二马三点位的排名 这个没有问题 不要说清楚 好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九都是谁 前六名 基本上 说法比较一致 一履二招三点位 四关我马六张飞 但是关于七八九 你看 这是我统计的 左边是排名 中间这头呢 是出处 然后这头是作者 这头是出版这个 书啊 或者是资料的时间 你看 关于这个七八九的排名 有很多种说法 七皇八下九将为 什么七皇八许就将为 七许八皇就将为 还有什么七皇八位就将为 等等等等 那这些说法哪个最早呢 是不是说一九八六年 这个说法是最早呢 未必 未必 因为最早 一九八六年这个 是这个资料出版的时间 但是你像孙永进先生 这个这本书 还有董事兴先生这本书 虽然他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但在书里都是作者 回忆自己小时候听到的说法 而且他们小时候听到说法 都比较一致 都是七皇八下九将为 七是黄州 八是夏侯敦 九是将为 所以我认为 最原始的说法 就是七皇八下九将为 那有人肯定不同意了 那夏侯敦何德何能 能排在第八呀 咱要说排的话 那第八也得是 许楚啊 而且你这个 像姜维 凭什么排第九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夏侯敦为什么排在第八呀 是因为夏侯敦呢 这个人物 他的辨识度比较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咱们看小日书啊 或看什么 影像化的这个三国呀 在朝魏的一群蟒汉里 你能分辨出来 谁是许楚 谁是点位 甚至谁是虚晃 但是一看到一只眼的 那个独眼龙 那肯定他就是夏侯敦 辨识度比较高 而且夏侯敦留给读者的冲击 也比较大 拔式担惊 把自己眼睛给吃了 赴京农学岂能弃眼 太壮烈了 是吧 这段故事 读起来就热血沸腾了 纯爷们 这段故事 夏侯敦呢 是自己独享了 这段故事的主角 但是许楚呢 一是辨识度不高 二是在书里啊 确实很重要 但是留给读者的印象呢 没有那么深 因为他几乎没当过 某段故事主角 或者说某段知名故事的主角 许楚落役在马超 那么许楚呢 最多是个 两个主角之一 甚至可以说是配角 是吧 表现的还是 马超的这个英勇 所以许楚啊 辨识度不如夏侯敦 他留给读者的印象 也不如夏侯敦 所以呢 可能 这个夏侯敦 排在了地霸 那姜维呢 姜维赚了个大便宜 啥便宜啊 他的名字 徐典威张飞亚运嘛 实际上要论武艺的话 他排不上地球 但是他的武艺也不错 在民间 有什么说法呢 就是姜维要晚年呢 击败了赵云 那三国演义里呢 的确有类似的情节 但你不能说姜维 是靠着一己之力 击败了赵云的 但是在京剧里呢 就是这么严的 年轻的将尾 击败老内赵云 所以呢 武艺尚可 而且又与 电威啊 张飞亚亚运 所以他就排到地球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七八九 是七皇八下九将尾 他不合理 但从不合理到合理 恰恰是口头文学 传播的特征啊 正因为人们感觉 七皇八下九将尾不合理 才有了后来的 什么七皇 八许九将尾 七许八皇九将尾 这就是由不合理到合理嘛 这就是口头文学的 最大特点嘛 口头文学 哪有一触而秀的 都是随着传播的流行啊 不断地去修正 不断地让它完美的 所以我觉得呢 最早是七皇八下九将尾 随着人们呢 不断地流行 对它呢 后来呢 又有很多更改 所以产生了不同的说法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五个问题啊 如果大家呢 对三国武将排名 这项伪装成文科问题的 理科问题感兴趣 也可以呢 看到我写的这本书啊 三国武将排名 好 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